好,可以看到這裡 那這一個複數 這要看過了,看過其實就很簡單,沒看過你很難下手 1加cos15度加i3的速度 除上1加cos15度-i3的速度 那整完畢以後12次方 整完畢以後12次方,這多少嗎? 那這裡的話 這個數很醜 4分之跟到6加跟到2 4分之跟到6-2 如果你把大局給你畫,分倒,不用做了 覺得做完,搞死你 那該怎麼做呢?我們冷靜來看一下 1有限不要動它 這個 是一個複數,它寫成集市 不管是一個複數 那這個呢,也是一個複數 而且這個複數是它公二複數 所以我如果把它這樣寫 我令 Z是誰呢? cos15度加i315度 那馬上發現嘛 Z bar 就是cos15度 減掉 i315度嘛 因為公二的話是十部不要動 虛部加負號嘛 對不對?就公二嘛 那這題目就是誰? 你要算就是這個吧 1加Z 除以1加Z bar 整個在幾吧? 12次方嘛 你要算是不是就是這個 對不對? 那這個是一個很有名的提醒 非常有名的 你要看過 我 不看問題還要下手 我現在說明一下 觀念是這樣子 我要說一下觀念是這樣子 我寫這裡 可以看 我假定 A B 是一個實數 那我這樣說 Z如果是A加 Bi Z如果是A加 Bi 那請問你 那 Z的決定值是誰? Z的決定值應該就是 A平方加B平方開根號嘛 應該是長度 那Z如果是A加 Bi Z bar呢 就是A減 Bi 對不對? 那請問你喔 Z的決定值 是這個嘛 那Z絕對值的平方呢 那就這個平方嘛 那A平方加B平方怎樣 應該這樣寫 把根道去掉了嘛 那這剛好是誰? 這剛好是Z 乘以Z bar 我寫什麼點 他就是 A加 Bi 乘上A減 Bi 對不對? 這不是A平方 減A Bi 加A Bi 消掉 後面 減B平方 I平方 I平方-1 那這變成A平方加B平方 那這不就是誰? 那這不就是Z才D罷嗎? 這不是很簡單喔 你沒有看過你還想不到咧 為什麼我可以解釋一下齁 很多同學都會想說 以時數來講 A平方 這加絕對值呢 廢話還是A平方嘛 對不對? 不管A是正常負了 平方是不是都這樣寫 你覺得很正常嗎? 那也會等於這個嘛 這不都一樣嗎? 這不都一樣嗎? 對這都一樣嗎? 可是問題是 如果說你用這個 絕對你用這個來看的話 就不一樣了 這個東西 有時候會說 那是不是跟著很像啊? 這不一樣喔 這個跟這個不一樣喔 他會等於這個才對喔 你自己看喔 是這樣寫喔 負數比較特別是在這個地方 是這樣寫 對不對? 是這個喔 Z乘D罷喔 不是Z平方喔 跟時數部分不太一樣喔 好 那現在我要說明喔 這一題 這裡哪裡巧妙呢? 我們例是這個吧 那我們都知道這件事情嘛 我們再複習一下啦 我們現在複習一件事情 如果例是誰 是 Cos60度 加散60度嘛 這是個集式 長度呢是4 扶腳呢60度 那代表這個意思吧 角度60度 長度為4 角度60度 那代表這個 角度是幾度 60度 長度呢是4嘛 這個點 這個點就是4 哇 困難60 散60 是不是可以 負平面上是這樣子吧 如果這不寫的話 代表長度1喔 要敏感一點想喔 長度是1喔 Z的長度是1 那Z bar的長度 欸 抱歉 Z的長度是1啦 Z長度是1 那這個平方呢 也是1嗎 可是剛才講過了 這個長度平方等於誰 Z才是Z bar Z才是Z bar 會哪這東西 好 所以這題目如果知道這件事情的話 這題就很簡單 這個嘛 這哪有多少 哪裡動手腳 其實怎麼做都做得出來 最漂亮是這一招 這1是誰 Z才是Z bar Z才是Z bar 這邊Z不要動 這邊呢 1加Z bar 12次方 接下來呢 請問你 Z才是Z bar 這邊Z嘛 那Z提出來 Z提出來的話這邊Z 裡面這邊Z bar加1 下面呢 E加Z bar 那這不是一樣嗎 在邊Z的12次方 邊Z的12次方 所以弄半天 弄半天 這個東西就是Z 那這裡的話 很多同學說我把它背起來好了 這背不起來 這太多種 這太多種提醒了 有時候這邊是減的 有時候Z bar在上面 你要怎麼記 會很亂 因此這個題目 我跟同學建議 你要很敏感的想到 這長度是1 長度平方 會能Z乘Z bar 這個熟悉就好了 這個熟悉把它帶進去 自然化減就會有答案 就是這樣熟悉就而已 就這個 好啦 那我現在把它做完 例子 例子12次方 例子不是這個嗎 Cos15度 加Is15度 12次方 長度不寫是1 1的12次方 是1的 就屁了 角度乘起來 變180度 變cos的 180度 加Is的 180度 就是負1嗎 318度是0吧 負1加0i 答案是誰 就是負1 對不對 是這樣寫 那這題我說一下 大部分同學 這裡還是有些問題 出來哪裡 他想不到 這個1可以化成1 Z加Z吧 他想不到這件事情 你現在不想得到嗎 對不對 之前不知道現在不知道嗎 我跟同學講 好啦 就算你不知道 還要啦 還要辦法 那 我這個地方 我稍微說一下 還有辦法是這樣子 這個 我把它擦掉一下 我刷掉這個 還可以這樣做 因為方法很多 是告訴你 你不是這樣一個方式 還可以 你這樣也可以嗎 1加Z 這邊呢 1加Z吧 對不對 我們剛才做的是說 把這1變成這樣子嗎 那很多同學跟我講說 他想不到這一招 好 沒關係 這樣也可以 怎麼做 上下同層 Z 為什麼同層Z 因為Z罷成Z 或者等於Z的平方 Z長度1 這樣也可以 就上下同層個數 好像乘到共和負層那種感覺 那這樣子呢 這個乘他 Z 這個乘他 Z罷成Z 不是Z平方嗎 那Z長度不是1嗎 1平方不是1嗎 這個不要動 那這也不是消掉嗎 還是Z嗎 還是可以的嗎 對不對 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 這題你會搞很久 那他技巧就剛才是想這樣子 好 那這個題目 我們就到這邊 好